猫小孩在牢笼中无辜的眼神 让人看了好联席 许多民众秉持着领养代替购买的中指 领养了猫小孩 让自己的生活更有乐趣 猫小孩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奔跑的场域 但是大台北地区的猫狗运动公园 真的很少 这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样一个大型的狗公园呢 其实这对狗狗来说才是最健康 因为它可以在那边自由的奔跑 根据统计 台北市的猫狗数量有15万2789只 却只有一座属于猫小孩的公园 数量明显不足 市议员雀梅莎从2013年开始为猫小孩争取 台北市第二座猫宝贝运动公园 终于在今年4月诞生 以一大片的草坪为主 有人认为说我设很多的狗跳篮狗弄 我们问过很多专业训练师 我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训前厂 它是就是自然而然就到那边去奔跑就好 那有狗公园的话 一组人也可以带的到那个公园里面去 然后跟狗狗有互动 其实人狗之间的关系会更好 历经三年争取 台北市终于又有专属于猫小孩的公园 想知道猫宝贝运动公园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带猫猫狗狗去公园又要住一些什么呢 4月7号星期五晚间10点 尽情锁定台北大小事节目 将带您深入探讨 台北大台北市卫星文曹德华采访报道